好长时间没做蛋糕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咸香松奶的香葱肉松金枕蛋糕 普通的金枕蛋糕以前也有发过视频 但这个香葱肉松奶感觉会更好吃 咸香味的 先将蛋清蛋黄分离 然后玉米油和牛奶卤化 玉米油加纯牛奶 然后快速搅拌 搅拌至完全变成卤白色 再将低筋面粉 玉米淀粉 泡打粉 盐 一起过筛 每个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不同 像今天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干 可以再加一点纯牛奶 拌匀之后再加入蛋黄 然后继续化这支形拌均匀 最后的效果就像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 会比较粘稠 然后蛋白加柠檬汁或者白醋打发 如果没有的话 像我今天用的是苹果醋也可以的 打到出现鱼眼泡时 可以一次性加入白糖 然后继续打发 打到白糖完全化掉 像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提起打蛋器会有柔软的弯钩 然后再加入玉米淀粉 接着再打发 最后打发出来的状态是跟我们做戚风蛋糕一样 蛋白打出来是比较硬的 像视频里面看到一样提起打蛋器会有力挺的倒弯钩 然后打一勺蛋白加入到蛋黄糊翻拌均匀 因为这个蛋黄糊是比较干的 一勺蛋白拌匀之后可以再加一勺蛋白继续拌均匀 拌匀之后再将全部蛋黄糊倒入到蛋白 再加肉松和葱花翻拌均匀 完全拌匀之后再倒入吐司模具 模具底部可以铺一层油纸 方便脱模 震动两次震出气泡之后 上面再撒一些肉松和葱花点缀一下 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上火160 下火170 放最下层烤50到55分钟 10分钟之后可以取出来中间划一刀 也可以在烤之前中间挤一条黄油 最后烤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 如果挤了黄油的话 表皮可能会更香一点 出炉之后可以倒扣或者束放 放凉之后再脱模 看一下蓬松度非常的好 挤压的话也完全不会变形 不但有葱香味 还有肉松的咸香味真的很不错 推荐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